这辆汽油车的行驶 它的动力基建是采用内燃机专家周浩东发明的气化机 这基建的优点可以用煤油柴油酒精来代替汽油 能够节省油料成本50%到60%以上 这个新的发明假如能够得到各界普遍的采用 除去减低油料成本之外 并且还可以替国家节省一笔巨大的外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